老师 你是党员吗 不是 正在争取 谢谢你提了这个问题 老师 你是否研究生毕业 不是 本科 年龄大了 不适合年研究生 按上级规定 本科毕业可以交基础课 还有什么 提具体点 老师 你为什么说我们是冻猪肉 我说过这话吗 我只说到这个班 就像进了冷库 你们见了我就像见了吊丝鬼 好好 我收回冷库的话 还有什么 他们说不出什么来了 我把脸一板 同学们 我的缺点你们都看见了 你们是优秀班集体 实质怎么样 是不是捧出来的 考试作弊 我亲眼所见 班上丢了东西 用班费补上 不捉贼 歪风邪气够多了 我是你们的班主任 我宣布立即整风 先把贼捉出来 考试作弊 也要大整 还有 你们对本系教师 毕恭毕敬 专挑外系教师的眼 这叫什么呢 看人下菜碟 明天我就把外系认可教师 召来开会 写个意见报校长 我知道 有人指使你们 我怕他们也不敢支持 学生整老师 我知道 有年轻女教师 上了你们的课 回去就哭 教师描眉怎么了 资产阶阶 帽子不小啊 你们是学生 还是政治局 这班四十多人 要进政治局 也不知中央 什么看法 什么学生 公然调戏老师 哭什么 不准哭 我继续大骂 把恶气出足 然后宣布 分组讨论 班干部 上前开会 这几个人 走过来 乖极了 净说好话 老师 我们怎么得罪你了 这么整我们 谈不上得罪 为你们好 老师 我们错了 你原谅我们吧 原谅不敢当 班丰还是要整 拿这种架子 真有一种 飘飘欲鲜的快感 等把那帮孩子 整到又要哭出来 我才松了口 好吧 老师当然要原谅同学们 可是你们为什么 要和老师作对呢 老师说出来 这事不问我也明白 无非是有人看 我们这些外校 调来的人不顺眼 可恨的是 朝学生吹风 说我作风有问题 可能乱搞男女关系 我把脸板下来说 这是放狗屁 我自会找他们算账 只要你们乖乖的 我绝不把你们扯进来 以后这种话 听了要向我汇报 我是班主任 现在 少废话 上街扫地 我带学生上街 均容整齐 比别的班强了一大块 我亲自手持竹条 着在前开路 直扫的飞沙走石 沉头大起 扫了一气 就把扫帚交给班长 交代了几句 就去向校长汇报 一见面他就表扬我 今天德语课上的不错 原来他就在门外听着 我把从学生那听来的话一说 他连连点头 好 这些人太不像话 拉帮结派的 这事我要拿到校长办公会上去说 小王啊 这么工作就对了 像早上在厕所贴标语 纯属胡闹 报告校长 说我作风有问题 这叫无风不起浪 老姚这老小子也得整整 也敬给我造谣 老姚的情况不同 这个同志是很忠诚 很勤奋的 他能力低了点 嘴上又没闸 学校里的案子多 他破不了心急 乱说几句 你别往心里去 还有个事和你商量 昨天晚上 他巡夜摔伤了 你知道吗 不知道 要是知道了 还要喝两种 这种人 乃是造大粪的机器 还当什么保卫科长 你和我商量什么 他伤得不轻 胯骨脱了臼 医院要求派人陪床 老姚爱人陪白天 咱们派人值夜班 这是医院的规矩 咱就派人吧 不过 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 老姚是校部的 你们基础部也是校部的 校部的小青年 都不肯陪老姚 你来带个头好不好 你一去 别人谁也不敢说不去 我叫了起来 别提你那亲爱的 我本想说 提你妈 又想到是校长 就改了口 我的意思是说 我很尊敬您的妈 你说说看 凭什么叫我去看护她 瞧你这张嘴 对我都这样 对别人 那还了得吗 我和你说 现在上面要学校 报科研项目 咱们也不能没有 我们准备成立个研究所 把各系能提得起来的项目 往一块凑凑 你搞炸药 恐怕还得算个主要的一个 先搭个架子 怎么样 不怎么样 我能在这楼里造炸药吗 谁让你在这做实验了 实验还得去矿院做 咱们只是要个名义 有了名义 就可以请求科研经费 将来我们也要盖实验楼 买一切设备 这都是进一步的设想 所长的位子嘛 只能空一阵子 副所长 我准备让你当 因为只有你提得起这个项目 这可是提了你好几级 将来凭职称 出国进修你都优先 看你的样子 好像不乐意 真不是抬举 我没说不乐意啊 可光我想提你不成 你想别人怎么看你 像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提也白搭 从现在到讨论定所的领导班子 还要几个星期 你得有几样突出表现 才能扭转形象 眼前这老姚的事 简直是你的绝好机会 叫你去你还不去 你真笨哪 照你这么说 我还真得去了 我爸爸病了 我要去陪 说用不上我 这老姚算个什么东西 居然要抢我爸爸上风 我还要给他擦屁股 真跌份 我什么时候去 今天晚上就找不着人 你去吧 明天我派许游 你们俩去 别的坏小子也都肯去了 学好真不容易 除了和学生扯淡 还得给老姚擦屁股 而且我还要感谢 老姚摔断了腿 给我创造了机会 回到实验室 我给我老婆打电话 说我不回去了 他二话没说 咔嚓一下 把话筒撂下 我又对许游说这事 他默默地看了我好半天 才冒出一句 王二 你别含着我了 吃完了晚饭 我就出发上医院 老姚要是不给我造谣 就是个很可爱的老头 他长着红扑扑的脸 上面还有一层软软的绒毛 一幅祖国花朵的嫩像 他有几根长短不齐的白胡子 长得满脸都是 此人常年戴一顶布帽子 鼻梁上架个白扁眼镜 在校园里悄悄地走来走去 打算捉贼 我们学校里 贼可多急了 可他就是捉不到 一般机关单位的保卫科 也能很少捉到贼 主要起到下足作用 可我们老姚不但不能下足 自己还成了贼的目标 只要他一不注意 洗脸的毛巾 就到浴室里成了公用的 大家都拿他来擦脚 老姚把他找回来 稍微洗洗再用 结果脸上长了脚险 偷他毛巾的 就是他的助手王刚 王刚这小子太不傻话 老姚摔伤了 他也不去看着 说是丈母娘从外地来北京 他要去陪着 其实他丈母娘来了有半年了 他纯粹是找借口 老姚自己捉不到贼 就发动群众帮他捉 无论是全校大会 各系的会 甚至于各科的会 他都要到会讲话 要求大家提高警惕 协助捉贼 他又是个废话老子 一说就是一个钟头 还没上正题 所以大家开会都躲着他 我们基础部开会 就常常躲到地下室 还派人在门口放哨 一见老姚来了 立刻宣布修会 他还坐了十几个检举箱 到处安放 谁也不往箱子里偷钱举信 除了南厕所里那一个 有人做了仿古文章 老姚一过厕所支坑 直搂碎空 简直是亵渎古人啊 这些都是他的事 不是我的事 只可恨他捉不到贼 还顺嘴胡说 学校里一丢东西 他就怀疑是校工里 小年轻的头了 这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他有公安局公布的数字为证 去年全市刑事犯罪者 百分之八十都是青少年 青年工人又占到了第二位 占第一位的青年农民 我们学校里没有 他又进一步缩小怀疑圈 认为锅炉房里 那几个管子工年龄最小 平时又吊儿郎当 不像好人 一丢东西 他就说他们几个偷的 人家怎么肯吃这种哑巴亏呢 正好厕所下水倒堵了 用竹片捅不开 管工兄弟们刨开地面 掏出一大团用过的避孕套 有几十个 这帮人就用竹杆挑着进了保卫科 往办公桌上一摔 摔得支水似箭 还逼着他立即破案 否则下水倒再堵了 就叫老姚去刨地 然后 老姚就来破避孕套的案 他也不知道怎么想的 就想到学校里还有生物室 拿了那些东西来找我化验 正好一进门听到许游和我开玩笑 说那些东西里有我一份 这可了不得 老姚当了针 到处去讲我的作风有问题 谣言这东西是泼水难收 到现在我还背着黑锅 平时我恨不得掐死他 现在他住医院 我去看护 你看我是不是吃错药了 我到医院去 向门房打听老姚 人家说记录上无此人 可能已经拖走了 我知道这医院不怎么样 可是一下午就把老姚致死 也太快了点 再问的时候 人家问我什么时候送来的 我说早上送来的 他又问我们 认不认识院长大夫 我说都不认识 他说那准时躺在急诊室里 要是不赶紧托人找关系 病人还要在急诊室里 一直躺下去 我去找急诊室 顺着路标绕来绕去 一直走到后门边上 找到一间房子门上 挂着急诊室的牌子 可是怎么看 这房子都是太平间 看来原来的急诊室在翻盖 急诊病人向死人借位子 我在门前欲进又退 心里狂跳不止 和第一次与灵子搭话时的心境相仿 我第一次和灵子搭话 预先找过无数借口 可是都觉得不充分 不足以掩饰我要搞他的动机 这年头 男女青年要不是为了这样的目的 可能一辈子不搭话 同理 今天我来看老姚 也没法掩饰我要装好人 往上爬的动机 我和他非亲非故 平时还有夙愿 我来干嘛 从小学我就会挖苦先进的小同学 那些恶毒之词 现在不提也罢 现在我骑虎难下 前进一步我骂人的话就全成了骂自己 要是走了呢 呸 更不成个体统 我开始编些借口 我要这么说 姚大说 校长叫我来照看你 这话就像和旧社会新房里的新郎说过的一样 他和个陌生女孩待在一起 不好意思了 就这么说 父母之命 媒朔之言 你看他多干净 其实过一会儿他就要上人家 新郎官的话是自欺欺人 我的话也是自欺欺人 我身后又没有两个武装警察押送 要是不乐意可以不来呀 我还可以说 老姚 听说你病了没人照看 我心里不安 我们八十年代的青年 照顾有病的老人是我的本分 这话很好 怎奈我不是这样的人 不合身份 还有一种说法比较合理 老姚 咱们是同事 我又年轻 该着我来 不过王刚怎么不来说这话 算了算了 不想这么多 我先进去 到时候想起什么 说什么 一进急诊室 吓了我一跳 这世间有天窗的房子 天花板上一盏水银灯 灯光青子照得底下的人 和炸尸的死人一般无二 有若干病人 直挺挺地躺在板床上 那床宽不够二尺 一头高一头低 板子薄的叫人担心 这床看着这么眼熟 小时候我住在医院里 经常钻地下室 有一次 钻到太平间里 就看见了这样的床 盛夏里 我看见过一个年轻的女尸 躺在这种床上 浑身的每个毛孔 都浸出一团融化的脂肪 那种黄色的油滴 像才流出的松脂一样 现在躺在床上的人 谁也不比她好看 尤其是屋子正中那一位 她是个胖老太太 好像是一个吹胀的气球 盘踞在两张床拼起的平台上 她浑身的皮肤肿得透亮 眼皮像两个小水袋 上身穿医院的条字挂 下面光着屁股 端坐在扁平器上 前面露出花白的阴谋 就如一团油棉丝 老太太不停地哼哼 就如开了的水壶 已经胀得要爆炸了 身上还插着管子打吊针 叫人看得腿软 幸亏她身下在哗哗地想 也不知道是不是撒的尿 反正别人听了有安全感 其他病人环飞燕瘦各有胎 看架势全是活不长的 这屋子里的味儿实在不好 可说是闻一鼻子管饱一辈子 屎尿烂肉 搜苹果烂橘子汇到一块 我敢保你不爱闻 声音也就是不必细讲 除了几位盗气的声音 还有几个人在哼哼 鼎难听的是排泄的声音 我向门口陪传的一个毛头小伙 打听是否见过一个 断了腿的红脸老头 他说在里面 我踮脚一看 果然老姚和他老婆 在里面墙角 那边的气味儿一定更难闻 我先不忙着进去 想和脸前这小伙子聊一会儿 我敬他一支烟 他一看烟是虫酒牌的 眼睛就亮了 你在哪儿买的 云南商店呗 您这是陪哪一位 老了呗 口哀 不行了 哥们 云南商店在哪儿啊 在大石烂 去了一打厅 谁都知道 这地方这么糟臭 您还不如把他拉回去 家里有女人 害怕死人 这一屋子 差不多都是要死的 家里放不下 弄到了医院 又进不了病房 躺在这儿捣气 我们快了 空出地方来 你们可以往这边搬 空气好多了 那位姥姥忽然睁开眼 双手乱比划 这个老太太 浑身成了红砖色 嘴里呼出癌的恶臭 还流出暗红色的液体 他像粘鱼一样 张口闭口 从口型上看 他是在大呼要回家 那位矛头小伙 低头和他说 姥姥 您忍一忍 这儿有这玩意儿 小伙子双手 捏老太太鼻子上的 氧气管 您插上 舒服一些 老太太嘴乱动 意思是 说你们的话 我全听见了 他要是还能发声 一定把这个 不孝的外孙 大骂一顿 可惜他只能怒视 他还用充满 仇恨的目光 扫了我一眼 吓得我赶紧走开 看看这一屋子人 都是叫那些 怕见死的女人 轰出家门的 真叫人发指 女人啊女人 是他妈的毒蛇 走到老姚面前 我正要搜索哭肠 编一句什么话 老姚的老婆 倒是把我的话头 抢过去 你就是学校派来 陪床的吧 怎么不早来 老姚给你们学校 首页摔断了腿 就这么对待他 老师告诉你 不成 赶紧把他送到病房里去 他这么咄咄逼人 把我气坏了 姚大嫂 这话和我说不着 你去找我们校长好了 明天我就去 这叫怎么一回事 你们学校这么没起子 老姚一个当委委员 病了就往狗窝里送 这话很有道理 我要是病了 也要躺在这狗窝里 应该支持老姚老婆 去找领导大打一架 我说 你去闹吧 这年头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你去闹了以后 学校兴许能把老姚 送到北大医院去 他走了 老姚睁开一只眼看看我 又闭上了 他和我没话可讲 我拍拍他的腿 姚妞叫我一声啊 就闭目养神 过了一会儿 只觉得气味和声音太可怕 一睁眼 正看见几个人 把病人往外送 是个老的皮包骨头的老头子 已经死掉了 我想到外边走走 老姚一把扯住我 气若油丝地说 别走 我一个人躺着害怕 真他妈的倒霉 我又坐下 忽然想起李斯的名言 人之不孝如鼠也 这是他老人家 当仓库保管员时的感慨 他是说 有两种耗子 梁库里的老鼠吃得大富便便 官仓几年不开一次 耗子们过得好似在疗养 闲下来饮酒赋施 好不快活 可是厕所里的老鼠吃得是屎 人上厕所就吓得哇哇叫 真是惨不忍睹 于是他就说 人和他妈耗子是一样的 混得好的就是仓房属 混得不好的就是厕所属 这话讲得很有勇气 基督徒说 人是天主的儿女 李斯说 人和耗子是一个道理 比起来还是我们的祖先会写文章 能说明问题 我一贯以得到高人自居 从来没在耗子的高度上考虑问题 可是面对这个急诊室 真得想一想了 说这里是毛坑 一点也不过分 要是我到了垂危时 也挺在这么一个木板床上 听胖老太太哗哗哗响 这是什么滋味 就算我是诗人 也可以把它想象成乌檐滴水 可是隔一会儿 就有山红爆发之声 恶臭随之弥漫 想象力怕也无法将之美化 这些人会不会发生了 我可以发现了 这些人会不会发现了 这些人会不会发现了 这些人会不会发现了